只要消息一發布,一天就賺10萬 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中醫生 今天來跟他聊勞力是怎麼賺錢 把他的市價為什麼會一直漲 要了解一個行業,你們要了解他的一個行業的一個生態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 全世界的一個手錶的網站 一個價格取決在於我們的香港 又是香港,又是香港 你們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是香港 為什麼聽什麼是香港 因為他很屌,很牛逼 就是在他是免稅的 全世界很少地方免稅 台灣啊,美國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英國啦 課稅是還好,還有末路 末路那很恐怖嘛,對不對 他算是全世界上一個很大的一個網站 叫做24watch 這個corona corona,唸起來有點像那個 好,那那個 假如我現在打綠水鬼進去 價格排列以後 全世界最便宜的是這隻 45萬,46萬,馬上要跳到52萬 通常落後市場行情 跟那個賣車的一樣嘛 大家的賓市都賣300萬,你賣100萬 那就這隻表幾乎是沒有保單 或者是有問題,才會那麼便宜 大家都賣51萬,54萬 剛剛才是真的台幣而已的行情價 綠水鬼,現在年份最舊的也是要51萬 54萬台幣左右 就往下走,看到最下面 然後還有企業,然後就沒有了 但是也代表說現在全世界最低的行情 就在55萬,綠水鬼這樣子左右 今天如果你是美國人 你說我要買,我買 53萬,你來了以後 海關第一個可能會跟你課高額的稅金 第二個可能會跟你沒收,都有可能 只有誰不會,只有香港那邊不會 這是香港最厲害,香港那邊 買了,免稅,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全世界應該沒有幾個地方是免稅的 就香港是免稅的 所以,為什麼說勞力士的價格是香港決定 就是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集散地 他免稅買到了以後 51萬,我就51萬買到了啊 來,你們誰要跟我買 你們自己來香港拿哦,謝謝 如果明天起床 一起床 怎麼綠水鬼變15萬了 怎麼變剩台幣10萬了 沒辦法,你們就是要乖乖聽他的 因為香港買得到10萬 所以說明天起來,綠水鬼馬上跌到10萬 當然是比較誇張的比喻啦 就等於說,這個網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考價值 市場,世界價值的一個作用 當然也是會脫節 像綠水鬼在台灣 很多人以前早期就買了 才買20-30萬而已 然後現在要拿來賣 說,蛤,怎麼變50萬嗎 我都不知道啊 沒差啦,40萬有錢就賣了啦 這就是所謂的脫節 就是在台灣的價格可能40幾萬就有 當然在國際上都要50幾萬去 空虛的問題 嗯,假如說一個二手錶商 他就是特別的想要炒作 藍水鬼這一隻手錶好了 那他就明天開始 把所有台灣的人在網路上面呢 在那些二手的 要交易的 要新的 全部都買下來 他把全台灣的藍水鬼都買下來 台灣的藍水鬼價格就是1%而定的 你們聽得懂嗎 假如現在國外的藍水鬼 假如說是35萬台幣好了 但是因為全台灣的藍水鬼都被他買了 不管新的、二手的、舊的 全部都他買 那他今天要說55萬 他要說65萬都可以 因為全部的藍水鬼都在他手上 就算你們要跟別人買 別人賣價也會看到說 哇,那個最大的那個都開55、65了 那我們也要來個高一點 對,然後那時候就可能會造成跟世界脫節 而且在現在這個時代是更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沒辦法出去 假如今天台灣便宜的 又或者是今天香港便宜的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互通有無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的 讓你出來、出去、出來、出去 因為第一個隔離14天 第二個驗表又要14天 因為以前驗表是馬上驗 但是現在不管是台灣、香港那邊 他們勞力士的驗表 都變成要等14天到20天 也就是讓你們要做交易 是沒有那麼輕鬆的 供給的部分就是看有沒有人 一直把他丟出來嘛 就假如說黑水鬼 沒有很特別都是黑面的 然後大家又想要有賺錢的人 又想要一直換表、換表往上換 黑水鬼就一直被丟出來、被丟出來、被丟出來 那他的供給就變多了 需求就要拿綠水鬼舉例 因為需求綠水鬼是最強的 假如說男生女生都喜歡綠水鬼 又或者是說今天一些表商 他們喜歡找一些辣妹 前天看到一個大學畢業的很漂亮的妹妹 然後他手上帶了一支200萬的表 然後我就看一下不是那個妹妹可能是 那個表商的女朋友 又或可能是那個表商請來的一個model 然後幫他拍張照而已 就這樣 然後就寫對很感性的文字 大家注意保暖 然後手上帶200萬 才大學剛畢業拿來的200萬 然後大家看了以後很興奮就想跟著買 這個就是一些 熱度的一些起源就是捨養 那請問一下各位 在這個勞力士這個手錶的行業裡面 你們認為有沒有所謂的上游或大膽商 我覺得有 但他的定義不是真的所謂的上游 為什麼 因為勞力士的表他是有限量 就是你今天賣了 可能明天就沒了 所以說我覺得那個上游的定義 要怎麼去定義他 如果你說今天那個上游 他是錢很多 手錶很多 那我說對 但是你要說他今天便宜嗎 他明天也能便宜嗎 我說不對 因為不是代表說他錢很多 他就可以每天都便宜的表 都要放在那裡 是不可能的 有可能他今天賣很便宜 這個大遊艇要賣100萬 他明天他可能下一支 他買的時候就變120萬 他就貴20萬 他就要賣130萬 或怎麼樣 也就是有錢的一些二手錶倉 他不是一個便宜的保障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要找一個交易熱點 什麼是交易熱點 就是說最多人在那裡做交易的 哪裡是最多人做交易的 我們看一下 他其實在那個 Ebay 我有研究過美國的Ebay 其實是沒有人在交易的 非常非常的少 台灣這裡的話 勞力士佩納海 然後還有什麼龍團 什麼的 然後在香港那邊的話 有一個叫勞力士大平台 然後還有什麼 都很多很多 他旁邊呢 其實你們FB連一點都可以連過去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每天的文章 都超過三五十篇 都一個人在賣表 那你就是一個交易熱點 大約價值是多少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資料 其實他這個 在FB的Facebook的社團 你可以找就很像是那個 台灣有個地方叫做 五分埔在賣衣服的 你進去以後 很像迷宮 你走 走了三個小時 全部都是賣衣服的 走都走不完 以前啦 現在已經倒地了 沒有很多店家 小小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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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就是說 你逛到最後 你就會發現 哪幾間 他是價格特別好 哪幾間他是有信譽的 哪個比較重要呢 我覺得信譽比較重要 因為第一個 信譽他可以影響到很多問題 第一個 他如果是賣假錶的話 你一次就爆掉了 你每次說 哦 你賣勞力士賺了兩萬塊 好厲害 你賺了五萬十萬 好厲害 你買到一支假錶 你馬上直接賠五十萬 第二個就是洗油拋框 他會理你 那我不理你啊 洗油拋框自己去外面找 你外面找不到 你去勞力士 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你說 啊 這支洗油現在都爆很高啦 誰要一支水軌 都說洗油要兩萬 可能一個小螺絲 鬆掉 他也要跟你要一兩萬 然後外面拋框也是很便宜 他也不理你 賣了就走了 拜拜 拜拜 然後你自己去勞力士要拋框 又是要好幾萬啦 所以我覺得信譽是 比價格還重要一點點 有時候貴一點點沒關係 但是你最好是跟那個 不會消失的人買 那價格為什麼會漲 價格通常會漲 最大的一個波動的時候 都來自於消息面 那消息面有分兩種 一種是真消息 一種是假消息 那什麼是真消息勒 像說這一次的綠水軌停產 這一次的綠水軌停產 這個就是真消息 就是像說去年9月以前 其實在6、7月的時候 有的賣家就很有把握 他說等一下 綠水軌一定會停產 停了以後 然後還真的出了一個黑面很醜了 然後不會很醜 等一下下面留言要攻擊了 黑面的也不錯 但是整體來說大環境 我說老實話啦 10個人9個人都是支持綠面 所以不然為什麼今天綠面 還有辦法一直在往上漲 然後當然黑面一直在往下跌對不對 改版他們祈禱就知道了 他們先買好50隻了 買好20隻了 然後就等他這個消息出來 然後直接真的是一天 只要消息一發布 一天就賺10萬 一隻賺10萬 50隻賺500萬 第二個什麼是假消息 假消息的話就是這一隻的 2021年的3月時候要停產 這一隻叫做白迪 白迪熊貓白熊貓 給通啦 這隻說今年3月要停產 結果沒停 錯賽假消息 從60幾萬台幣 一飛沖天沖到了90萬 100萬台幣去 錢很多的錶商 他們已經先買了5隻 10隻 20隻 30隻 然後等他要沖 結果他沒沖 那現在更有趣的事情又來了 3月公布了以後 對不起喔 我們沒有停產 我們還是有在做 你知道怎樣嗎 那價格還是不下來 照掌 他一樣就是70幾萬 就一直90萬去了 但是不太回來 回來也回來一點點了 你可能還是要維持在80幾 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只要惹怒了這個表商 二手犯狼 我們最厲害的絕對是商人 二手商人是最厲害的 再來才是AD 也就是勞力士的服務中心 直銀店 商人絕對比他厲害 因為商人他可以不爽 你們直銀店就只是在賣表而已 商人他可以怎樣不爽 我剛剛說了嘛 他今天買了一堆白熊貓 然後發現了 他的消息是假的 買了那麼多 他不爽 他就是把價格已經拱在那個地方 反正市場上就是 表就是很少 表就是沒有 今天就算有表 人類都是貪婪的 別人想要便宜賣出來 看到你賣那麼高 他也把價格打那麼高 大家一起來 把價格用高 所以說他價格就算是假消息 照樣漲上去 一樣回不來 OK 所以說那個 回到那個直銀店那邊 那你會說 那直銀店他一樣便宜賣啊 那你們這樣子 你們沒得完了吧 錯 因為直銀店現在全亞洲 歐洲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亞洲 全亞洲幾乎全都是在配表 配表的部分也就是說 你今天假如花了三十幾萬 買了一隻可樂圈 但他市價有六十幾萬 等於說你瞬間買的當價 你就賺了三十幾萬 那那間勞力士就會 叫你再配另外一隻表 可能是一隻女生的表 然後女生的表 他那隻要你賠三十幾萬 也就是說你今天那隻女生的表 假如是很貴的 但是市場上不值錢 他就會叫你配那隻 但現在問題又來了 可樂圈在2021年 短短的一個月 就漲了台幣十幾萬 那今天那些直銀商AD 他們也不會憤到 就是說先跟你約定好 你要配哪一隻表 從類似來台灣了 今天可樂圈好像是六十萬台幣 大家都這樣賣 那我們給他配一隻貴的好了 配一隻一百萬的玫瑰金 我們就不要配這個便宜的地多了 配那個一百萬的沒人要的那一 直銀店的AD 也是照著二手錶商在市場上面的一些 流動的一些真實價格在跑 所以說沒有辦法 回到一個最基礎的一個 勞力士原廠定價的一個價格 去跑這個市場 你們聽得懂我意思嗎 普通人的心態的話 我覺得啦 這個買這種手錶的東西 我覺得是比買股票還爽啊 第一個你可以自己帶 然後第二個 他的漲幅有說兇的真的很兇 比股票兇的很多啊 像綠水鬼 我真的認識一堆朋友 他們都買三十萬台幣而已 都年輕人 現在都賣五十萬好開心喔 像我有一個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買這支GMP的 說真的他買跟賣都沒什麼 沒漲沒跌啦 沒什麼漲沒什麼跌 他就不爽 他說啊 別人綠水鬼又賺二十萬 我也要我也要 就跟買股票一樣 那其實你也沒想過嘛 其實人都是換得換失的 那你今天假如買了這支 你真的賺了二十萬 那你會不會就覺得說 我好聰明啊 我是巴菲特啊 我明天把這個賺的錢 我再去買下一支好了 結果沒想到買下一支 黑水鬼然後疊下去 這樣我只舉例啦 就是說 不要去設想說 你今天會買到一支很強 很飆 飆漲的一支手錶 不用太執著在說 你一定要用這個來賺多少錢 這樣子 反而有時候太執著的人 都賺不到錢 那賺錢的話 到底是怎樣可以靠達利斯賺錢 很簡單 其實就一個原則而已 第一個 你要花時間 花什麼時間呢 你要去搜集 所有地方的一個情報 像這個雅五拍賣也是一個網站 Efei也是一個網站 24watch Corona也是一個網站 然後Facebook也是一個網站 還有就是論壇也是一個網站 那價錢怎麼比呢 然後型號很多嘛 我一樣就拿綠水鬼來舉例好了 假如現在行情就是55萬 那有個神經病 有保卡全套河灘 全部都全齊的 不然在上面說 他只要賣45萬 就等於他脫離了那個市價 那你就給他買下去 那你就會賺錢了 因為他行情是55 但是通常到波動那麼大的情況下 都是在改版前後啊 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一個小祕密 然後最後一個在收錶的部分 也就是說今天有人不要錶不要了 不管是今天的普通人 現在的人很聰明 他們賣一隻手錶都會先問時間以上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 人類都是彈琴的 沒有人想要把自己的手錶見貌 大家都想要越賣越高 然後也知道大間的就那幾間 所以現在其實利潤都非常的少 一般跟普通人買 絕對會比跟錶方買再便宜一點點 但是跟普通人買問題非常非常大 因為跟普通人買第一個 你要去看他的Facebook 他是真人還假人 如果是一個假帳號的話 那你非常危險 可能明天他賣給你 或者是他 你用匯款 你訂金什麼錢收到的 他人就不見了 然後你點進去他FB 看看他是不是已經 三年以上的一個帳號 然後旁邊有小孩有媽媽 那第二個 如果他今天就算是正常人好了 他也有可能是不安全的 也就是說他今天的表 可能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他的假表 那你就要去勞浮花15天店 這樣是最安全的 第二個 假表過了以後 其他就是小問題 可是小問題也會讓你花很多錢 拋光現在都是1萬起跳 台幣 洗油幾乎都快到2萬左右 那現在就是台灣的一個 勞力是活動兵的一個行情 就是這樣 最最 基心最簡單的水鬼 洗油都要2萬 超神經病的 所以也不知道 因為原廠要賺那個錢 那個人的手錶有一個 地方故障好了 然後你要打電話給他 他又不接你電話 那你是不是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會搞得你心情不好 整天睡不著覺 整天怎樣 那如果你今天是跟一個聯絡得到的人 也就是說表商買過什麼 比較有名的一點的表商 那其實他電話也都會接 那其實他也都會營業 今天就介紹要怎麼靠何醫師賺錢 簡單講就是 第一個 你們要找到便宜的表 第二個 你們要花很多時間研究 比較每個網站的價格 然後買到便宜的 第三個 消息面的地方 是我們沒辦法控制 那都是最大的 那幾間錶商在控制 你可以買2隻 買5隻都可以 但是你就是買你自己喜歡的 因為如果你今天買了不喜歡的 然後又希望他長起來 那你可能壓力會更大 OK 喜歡我們今天記得 看看訂閱分享 掰掰